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學長跟大家聊一個關於磨豆的問題 過去我們常常會有一些想法 就是認為說咖啡豆一定要現磨現煮才會好喝 那這個邏輯呢 對不對呢 原則上呢 豆子在現磨現煮的基礎之上 確實它可以保留比較多的風味 為什麼呢 因為咖啡豆 原本是顆粒很大的一顆一顆的咖啡豆 那磨完粉以後呢 它的表面積會放大了好幾百倍好幾千倍 所以呢 這麼多的表面積呢 就容易碰到空氣還有空氣中的水分 就容易進行氧化 那風味香氣可能就會飄掉 導致於你的咖啡的風味呢 確實在香氣上面可能會有一些喪失 那這樣的現象尤其在你用煮熱咖啡的情況之下 它的香氣的差異性就特別的顯著 但是對於冷的咖啡呢 這類型的差異就沒有那麼大 譬如說冷泡咖啡 它相對來說呢 因為它使用低溫 會把你咖啡裡面的風味 慢慢的溶解到水裡面 所以呢 它對於現磨與否的要求程度 說實在呢 是稍微比較低一點點的 所以它就可以容許你 譬如說這個咖啡豆磨完以後呢 是一兩天還沒有煮 可能甚至於三四天就要保存好 也不要讓它過分接觸空氣呢 在使用冷泡 或是使用冰滴的情況之下呢 它都還可以維持比較高比例的風味跟香氣 所以我們也不要一概而論 確實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對咖啡粉研磨要求是不一樣的 那最近甚至還有一些新的流派 還會認為說咖啡粉磨完以後呢 我反而不要現場煮 我要等個五分鐘 甚至十分鐘我再來沖煮會更好喝 那這也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讓你的粉稍微濕了一點點空氣中的水氣 沖煮起來可能會更好沖煮 所以呢未來我相信在咖啡粉的淹磨的部分 可能會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太鐵詞喔 相信只有一個答案其實是不一定的 那以上呢就是想對於咖啡粉是否現磨最好喝的一些觀察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或是來跟學長做討論囉 那我們今天硬派90秒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